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八旗边审壮丁的问题 这个实际上是八旗制度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尤其是在入关以后 清军入关以后我们说过了 它一个最重要的转变 就是向军事编制 军事职能的转变 加强了军事职能 这个八旗常备兵制也是在入关之后建立的 我们说过在清朝入关之前呢 是入钻为农出钻为兵 更战二世未尝偏废 也就是说它既是兵也是农 可是在入关之后呢 就不是这样了 而是建立的这个常备兵制呢 八旗兵丁呢 就开始向职业兵转化 它这种做法是怎么做呢 就是在八旗的左岭里边 从各左岭的人丁里 调补骑兵 调就是挑选的意思 补呢就是补缺补充 不是补充 而是挑 而是那个就纳入这个兵丁里边的 那个意思 调补骑兵 同时呢固定兵额 这样啊 左岭我们也说过 它是八旗的一个基层单位 这有一个问题呢 也要强调一下 就是左岭它不是由户组成的 我们那个户口侧的一般的来说 都是按照户一共有几家几家 可是左岭呢 它是由丁来组成的 丁也就是壮丁 按照清朝的规定呢 八旗的男子 只要是成年 就是壮丁 那什么样的标准就是成年了呢 这个呢 是在有清一代 也是不断的变化的 比如说在开始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标准 就是身高达到五尺 就可以去藏入丁策了 还有的时候 就是年龄到18岁 当然是虚岁啊 年龄到18岁 就可以成为壮丁了 这个呢 是在不同的时间 在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标准 另外呢 就是外八旗 和内武府壮丁 成丁的标准 也不一定 不过总而言之呢 只要是男子达到了 当时所规定的标准 就成为壮丁 到了年满60岁呢 就退役了 这个退役的叫什么呢 就是退丁 或者老丁 这是丁 清朝这个八旗的兵 就是从丁里选拔出来的 选出来的这个兵呢 主要我们称为甲兵 也称为甲丁 或者披甲 我们看跟八旗制度 有关的一些东西 都会看到披甲这两个字 这个披甲呢 就是从壮丁里选出来的 这个从壮丁里怎么选呢 它这一般的来说 不是说所有当了壮丁的人 都可以当兵 而是他有固定的讹数 这个在这个金德纯 也是有一本是 有一篇文章叫 齐君志 这个是比较早的 记录八旗选丁之法的 这么一篇文章啊 他说这个选择祖武的办法 一左领壮丁是200名 以无耻之表 度人如表 他这个到60岁而免 这就是说从最早的时候 就有这么一个规定 这个规定呢 就是把清朝这个左领下的南丁 也就是壮丁 分成了两个部分 一部分就是得以去披甲 成为甲兵 可以成为兵的 还有那不是这个 左领呢 在有些情况下 他有的南丁很多 不是所有的南丁都能够去披甲 那其余的那些人叫什么呢 就叫做鱼丁 就是剩余的鱼 多余的鱼 所以这个就是八旗制度里边 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选中了就是甲兵 得到了调甲机会以后 他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可以得到良想 也就是得到一份钱量 他就有了生活的这么一套依据了 那得不到这个调甲机会的这些鱼丁呢 满雨叫做苏拉 也叫闲散 就是没有任何事情 无职无差 这种人就是旗下的平民 八旗甲兵呢 是有固定俄术的 一般的来说 美左领啊 他有这么一些名目 就是亲军 亲近的亲 前锋护军 然后有马甲 步甲 还有将义 他的规定呢 就是这样的一些职位 是七十六 这是俄兵 努尔哈赤初见八旗的时候 他规定是每个牛鹿 是三百丁 这个呢 在我们前面的课里已经讲到了 后来啊 就是逐渐的削减 到了皇太极的时候规定 就是满洲蒙古的壮丁 是每两个人披甲一名 汉军的壮丁呢 是每五个人披甲一名 这个大家一听就可以看出来 五个人里只有一个人可以当兵 到了清军入关之后 因为战争特别的频繁 也一度改成了就是四个人里头 有一个可以披甲 一直到了康熙朝的时候都没有再更改 后来呢 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固定的 一直到了嘉庆朝 最后有一个规定 就是每一个左领下 他的甲兵是一百五十名 所以大量的男丁呢 是没有披甲的机会的 同时还有规定 就是这个编审壮丁 和我们刚才就是上一堂课讲过的 三年一笔丁一样 就是三年要编审一次 凡是在这三年里 马甲有出缺的 出缺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在战争中战死了 这个名额就空出来了 或者是满六十岁了 就退了 就是退丁了 那这个名额呢 也空出来了 这样的时候 就要在本左领的壮丁里 再调补 来补这个缺 调补的时候是有标准的 在早期的时候 它的标准是考试骑射记忆 到了后来呢 这个考试骑射记忆之外 还要考虑到是一种 福利政策一样的东西 就是好比这家里头 一大群的哥们 可是比较穷 而没有能够调假的 那就照顾一下这家等等 也就是二者兼顾 可是无论如何 骑射记忆是第一位的 这个也就保证了 八旗兵丁 他一定要有最基本的 在骑射记忆上 要可以过关 否则的话呢 他的这个战斗力 就无法保证了 这些被挑甲挑出来的 这些人 就组成 各个左领里 挑补而来的常备兵呢 就组成了一支常备的军队 他从行政上来说呀 他还归本旗的都统 和左领来管辖 可是在军事系统上 他就是独立边营了 而且在独立边营的时候 也有专职的军官来统帅他 这里要讲到的就是 八旗兵 他们都是依靠什么来生活的了 一项就是旗帝 这个旗帝就是 清朝统治者在入关的时候 还有一点 想要继承入关前的那种做法 也给这些八旗兵丁呢 分配土地 分配土地以后呢 他们种了地 有他们自己的收入 依靠土地的收入 所以为什么清出最大的一个避震 就是圈地的 就是因为他圈地的目的 就是为了安置这些从关外入关的 八旗官兵的 是为了给他们分配土地 保证他们的收入的 可是这个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因为这些八旗兵丁连年征战 他们不可能有时间从事农业生产 而且这些人 他们成了职业兵之后 他们也不善于经营土地 所以后来呢 就是主要是依靠良想 他们既然依靠钱梁 在清朝的时候呢 就称为钱梁 钱梁的意思 一个是钱 一个是梁 也就是银子和米 这些八旗兵依靠钱梁过活呢 它是这样 就是一家 比如说有三四个壮丁 这三四个壮丁里 只有一个人能够冲步甲圈 其余的这些人 就都得依靠这个甲兵的响银为生 所以呢 其人家庭啊 他生活水平的高低 关键在什么呢 就在于有没有人 这家庭里的兄弟们 有没有人得到批甲的机会 另外呢 就是有多少人得到这个机会 八旗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等级 比如说有汉军 有蒙古有满洲 那他们的批甲 他们的左领下 批甲的名额是不一样 刚才已经说了 在黄太极的时候开始 汉军批甲的机会 就要比满洲和蒙古少 满洲两个里头取一个 满蒙是 那汉军里四个里才取一个 那就说明了 他这四个人 都要依靠这个甲兵的 一份良想过活 那满族人呢 就是两个人里就可以依靠一份 那他当然就要比汉军的生活 富裕一倍 这个是在满蒙汉 这三种旗分不同的 有这样的区别 入关之后呢 荆旗批甲的机会 就要多于住房八旗 也要多 这个佛满洲的机会 也比新满洲的左领要高 而且一般的来说呢 就是外八旗的 批甲的额数 也要高于内务府 也就是根据不同的等级 它的经济待遇的不同 最主要的就是 调甲机会的多少 这个是一个很特殊的内容 刚才说了半天 这个调甲的前两米 下面呢 我们就详细的讲一讲 八旗的奉享制度 刚才说到了 入关前的时候 八旗兵丁是没有良相的 他甚至买马 制装 就是制作自己打仗的这些装备 都要靠自己筹备 那什么都靠自己筹备 是不是就是依靠土地为生啊 事实上这个是不可能的 所以它的经济基础 是建立在什么之上呢 它是建立在强掠之上的 在当时呢 就是有一个汉族大臣 就有过一个总结 他说我国呀 就指的这个亲国了 地广人稀 共富极少 也就是说 这个国家 他想要从农民身上来 这个裸掠共富 是很少很少的 那靠什么呢 全赖兵马出去抢些财物 也就是他就是去靠 打仗的时候去裸掠 这是他的经济的一个 最主要的来源 所以当时朝鲜 有一个叫李明焕的人 他曾经有机会到 赫托阿拉 也就是隆尔哈池建都的 那些地方 辽东那一带去 他在那呢 他回来写了一本书 叫做见周文见路 他在这里就说了 他说这些八旗兵丁啊 出兵的时候是 无不欢乐 非常高兴 特别愿意去打仗 琪琪就是他的老婆呀 也非常的高兴 为以多得财物为愿 就是希望能够 抢得一些财物 如果这个兵丁的家里 有四五个奴仆 那这四五个奴仆呢 也都抢着去 都愿意去打仗 专门呢 就是为了抢掠财物 所以抢掠呢 就是这些人 在军事发展过程中 赖以为生的基础 八旗兵丁为什么那么勇于战争 费用争先也不怕死呢 他的原动力就在这儿 所以那个时候 在清朝入关之前 就管这种做法叫做抢西边 因为当时的这个 这个 就是汉族人所居住的地区 是在他们的西边嘛 所以他们就叫做抢西边 后来到了黄太极的时期 因为有很多的汉族大臣呢 就进入了嘛 这个清朝统治的 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政府之中 所以这些人就劝告黄太极 说动作不可以啊 抢之一字 岂可以为名乎 因为这个传统社会 汉族这个传统儒家社会里 特别强调的一个 就是什么东西 他师出无名是不可以的 不能说我就是想去抢 我就去打 这就叫师出无名 所以呢 到了入关以后 这件事呢 就是必须要扭转的 所以才要 就是为八旗建立 壮丁的边审制度 建立壮丁的边审制度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确定他的奉享制度 下面就具体的 我们就讲一讲八旗的冰想 八旗冰想大致呢 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银 一种是米 这个是根据冰丁不同的身份 而各有等差的 一方面刚才说了 你调假的机会越多 那你当然就有越富裕的生活 除了这个以外 不同地方的旗人的良想 也不 规定也不一样 大体上来说 旌旗的良想 就要高于各省的住房旗人 它的规定呢 大约是这样 就是先说旌旗 旗旗比如说 它主要的几种 就是每一个左领 每一种冰丁 它大约分三种 一个是旗里面最高级的 可以说是小官的 就是领崔和前锋 他们呢 每月的响银是四两 每月是四两银子 完了呢 有四十六湖米 这一湖和多少蛋 这个有清一代 它是有不断的变化的 大致是二十多蛋吧 这就是每年 有四十多湖米 马甲呢 是这个冰丁里边的第二等 也就是最多的 骑兵啊 就是最多的就是马甲 这些呢 是每个月是三两 米和这个前锋领崔是一样的 第三等就是布甲和养育兵 这个就是比较低级的 这些兵丁了啊 他们每个月的两响是二两 米呢 是马甲的一半 是二十二户 马甲 布甲里也有更低的 就是一两的 我这里说的呢 是京企 就是北京八企的待遇 那住房八企呢 比起北京八企就低了 低到哪呢 就是领崔和前锋 每个月是一两 马甲的运营是二两 布甲呢 十一两 这里边的这个米啊 定的是非常高的 朝廷是有意的 把这个骑兵的米定的高 为的是什么呢 一个是他可以拿这个米 这个兵丁啊 不仅可以养家 这些米还可以拿到市场上去卖 这样卖得的银子 又是一项辅助的收入 这个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个比较 就是在清朝一个七品县官的奉路呢 他当时是 七品县官的奉路 每年的银子是四十五两 我们大家可以算一算 他就相当于一个领崔前锋 每年的银的数量 米是二十二点五弹 八品官呢 是四十两银子 二十弹米 所以实际上八旗的兵响 每一个假兵的兵响 他可以相当于一个七品官的收入 那这个大概平常一般的人 可能想象不到啊 一个假兵的收入 是相当于一个七品县官的收入的 那是非常非常优厚 可是呢 当然还有另外一方面 他这一个人的小女 不是养活他自己 而是养活全家 而这个全家的意思 不是说他的父母子女妻子 而是还有那些个 没有调假机会的余丁 这个就是当时清朝这个八旗的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特点 这个八旗兵米的发放呢 它当然也有标准 也就是说 有的时候就是直接把你发给兵丁 这个在北京的城里是这样的 所以京城里有很多的仓储啊 仓岭就是 为了给八旗兵发放兵米的 可是在外省的很多住房呢 就是把米折合成银子 比如说这四十湖米 它值多少银子 那就按照这个银子来发放 直接发米叫做本色 发银子呢 叫做折色 那这个折色里面学问就大了 因为这个粮价是在不断浮动的 有的时候呢 这个米就值钱 有的时候米就不值钱 所以呢 有到了米 这个米价大跌的时候 那八旗兵丁的收入呢 就会急剧的增加 所以粮价的贵贱 就和八旗兵丁的收入 发生了很多的关系 这样呢 往往就成为八旗兵丁和政府之间 发生矛盾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也就是米价一跌 就会成为八旗兵丁闹事的导火线了 这是一个挺敏感的问题 京旗呢 当然主要是依靠银和米 住房旗兵呢 还有另外一项收入 就是马甘银 就是当时清朝规定 因为清朝的甲兵主要是旗兵了 住房兵丁每人都要养马 遇到征调的时候呢 来乘齐 可是呢 住房规定的养马数目也不一样 到了后来呢 就是这个养马呢 也要给他们草豆 这些草豆呢 也有本色和折索之分 也就是说 根据当时的粮价的浮动 有多少 这个马后来就是越来越少 可是这个费用并没有减 并没有那个 就是费用还保持着 所以马后来没有了 可是这个草 这个草豆 也就是马甘银 清朝政府还是照样发给骑兵 所以当时人把这个呢 就叫做人吃马 成为住房兵丁的 又一项收入 我简单的回过头来说一下 就是他的八旗的骑兵 就是假兵 他主要的收入在京旗 就是粮和米 就是也叫做钱粮 当时的清朝的时候 这些旗人呢 就有一个俗称 叫做铁杆庄家 因为这个东西是 不管什么样的情况 他都会在按时按月去领取的 住房旗人呢 除了粮和米之外 除了银和米之外 还有一项收入 就是马甘银 总而言之吧 就是清廷对八旗兵丁的一切都采取了包下来的办法 清朝的这个雍正皇帝曾经说过 他说古来养兵啊 就没有像我们这个清朝政府这么 清朝皇帝这种养法的 没有养育满洲兵丁这么重的 不仅是每个月得到的钱粮 要数倍于绿旗的兵丁 而且一年所得的米 也可以养活好一家的很多口人 除了这个之外 清朝政府还会为其兵建造房屋 承担房屋的一切修缮费用 遇到红白喜事呢 会发给他们响吟 如果有迁移的情况 一切都由官为他们制办 沿途的一切用度 甚至呢 他们出差的 就是出差的时候 还有出差的额外的补贴 就好像我们现在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一样 我们出差每天 比如说给三两的伙食补助 就是这样的东西 一切都由国家来包 所以呢 从此 其人就把食粮当兵 作为唯一的出路 完全依赖清朝的豢养为生 这种做法 它是有利有弊的 利是什么呢 就是它可以使这些八旗的旗人呢 完全不为谋生来发愁 他们就可以全心全意的投入到 为清朝统治者夺取天下的战争里去 同时呢 是大大加强了兵丁对朝廷的依赖 说的好听就是对朝廷的忠诚 其实就是一种依赖 可是这种依赖呢 反过来也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 因为他们完全是要依赖 朝廷为生的 清朝政府就后来就有规定 就是你是完全依赖 前梁为生 所以你不可以从事 任何其他的职业 你的土地反正是已经丧失了 你也不能去当工 也不可能去做工 尤其是不可能去经商 也不可能去做任何其他的事 专心的去为我打仗 那这样的话 如果这个良想少了 良想没有了 那他们怎么办呢 所以他们就完全丧失了独立性 这么一来呢 就是他这个束缚非常的严格 这个东西后来的危机 也是逐渐的产生了 同时清朝政府自己 也背上一个越来越沉重的包袱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由于这些人 他们只靠他的前两位生 那后来他们人口越来越多之后 全都靠国家养着 国家呢 他的财政收入一旦越来越少的时候 他们就成为一个很沉重的包袱 这也是后话 另外还要说一句的呢 就是在京师和直省的住房旗人 他们入关以后 是向职业兵转化了 可是呢 这只限于入关之后的 北京的和各职省的旗人 而不是说所有的八旗并丁都这样 是在京师和直遇的城市 甚至少人 iran那这些人 冲出一要 在京师和直遇前